《书见恩仇录》是金庸的处女之作 在写完这部武侠小说之后 财思泉勇的金庸趁热打铁 又创作了《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一经问世 就在华人圈刮起了一阵绚丽武侠风 除了郭靖黄荣 这一对男女主角 让读者们记忆犹新之外 身为武绝之一的东邪黄荣师 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东邪黄荣师 无疑是武绝中最另类的那一位 他身材高瘦 相貌轻裙 身穿轻衣直坠 头戴铜色方巾 可这么一位文士模样的儒雅之人 却有着正中戴有七分鞋 鞋中戴有三分正的特征 黄荣师除了狂傲不羁之外 他还是一位文武双全之人 剑法腿法长法执法样样清通 军事经济琴奇书画 五行八卦随手拈来 不过黄荣师是武绝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可他却又是武绝中最为博学多才的一人 黄荣师的师父乃何方神圣 否则那黄荣师如何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 做到了文武双全 伯骨通筋 一 东邪黄荣师 黄荣师当年曾在华山之巅 和王重阳洪七公等人比武论剑 凭借一身卓绝的武功 黄荣师成功积身为武绝之一 在江湖里面有个外号 换作黄老邪 原来黄荣师潇洒儒雅 武功卓绝 是一个上通天文 下通地理的奇才 然而黄荣师离经叛道狂傲不羁 还是一个孤僻护短之人 由于黄荣师一正一邪 做事不按常理出牌 江湖中人将他称之为东邪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红七公段志兴都有师父 那黄荣师的师父又是谁呢 根据原文留下来的提示来看 黄荣师不太像是无师自通的 毕竟黄荣师精通掌法 执法 腿法 剑法 还对琴棋书画五行八卦 颇有研究 黄荣师甚至还将内功 夹在销声之中 能够正面抵挡黄荣师的 碧海潮声曲的高手 屈指可数 黄荣师年纪轻轻 就如此博学多才 他的背后必定站着一位顶尖高手 此人极有可能 就是天龙时代的人物 看到这里 或许有些人会说了 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 是毫不相干的两部作品 怎么能将其混为一谈呢 如果这样说 那就大错特错了 你看看金庸晚年做了什么 就知道答案了 二 金庸的改动 金庸在2005年2006年 发行了新修版系列 将旗下的十五部作品 尽数改动了一番 在新修版的天龙八部里 金庸改动了王与燕的结局 王与燕最后回到 表哥慕容妇的身边 与此同时 在新修版射雕英雄传里 金庸借着黄荣说道 三位好意极为感谢 且坐下供饮几杯 想当年丐帮乔峰乔帮主 在巨贤庄独占群雄 又以降龙二十八掌在少林寺前 打得重魔头望风远盾 燕门关前 逼迫契丹皇帝折剑为盟 不敢难亲 真是何等英雄 显而易见 在金庸的改动之下 天龙八部已和射雕英雄传 互相打通 两本著作 同属于一个武侠体系 如此一来 黄药师的师父 就能追溯到天龙时代 不过话说回来 天龙时代哪位高手 才德才兼备 能做黄药师的师父呢 逼者认为 黄药师极有可能是 逍遥派的传人 因此他的内功 和虚竹的北明 真气极其的相似 不过由于年代相隔太久 加上兵荒马乱 黄药师修炼的内功 早就变得残缺不全 不但威力大减 还没了西人内力的功效 三 一位高手 我们知道 黄药师的出招 以及身法 都是以潇洒 飘逸著称 加上在金庸改动之下 黄药师的出生地 竟成了云南 新修版天龙八部里的 原文写道 黄药师是在云南 丽江出生的 他从小就读了很多书 又练成了武功 从小就阻骂皇帝 说要推倒宋朝 立心要杀了皇帝与当朝大臣 为岳爷爷跟太师祖报仇 凑巧的是 逍遥派的传人段玉 在天龙寺的末尾返回了大理 成了大理的一国之君 在位四十年后 晚年的段玉将王位 传给了儿子段正兴 自己则落发为僧 根据历史原形来看 段玉活到了1176年 直到王重阳先世后的第六年 方才与世长辞 也就是说 段玉客观存在于射雕时代 他和黄药师共处同一片蓝天下 要知道的是 段玉酷爱琴棋书画 又精通诗如道 他的徒弟势必也是多才多艺 只不过段玉认为 北明神宫是一门西人内宫 纳为己用的邪宫 他才没有将这门武功传承下去 详见笑傲江湖人我行的说法 段玉到了晚年 他的武功会有多高 只要段玉愿意 他的北明神宫就能够巧取豪夺 疯狂吸走别人的内力 因为早在天龙末尾之时 段玉就将一流高手 揪魔制的毕生内力 吸得干干净净 加上有志无形 变化莫测的六脉神剑 以及好似腾云驾雾的灵波微部 段玉的武学配置虽然屈指可数 但却是豪华高端至高无上 在燕门关上 段玉曾施展神通和虚竹 一起生擒了辽地耶律鸿基 对于段玉此时的武功修为 金庸用了镇骨朔金 和如何能阻挡得住来形容 可以预见的是 只要段玉再修炼下去 就算是天龙第一人扫地僧 也不敢轻易招惹 而在天龙时代 有战神之称的萧峰 他第一次看到段玉使出六脉神剑 击败慕容赋的时候 就发出了一个自叹不如的感慨 阿朱那日 所以甘愿待他父亲而死 是因怕我杀他父亲之后 大理段氏必定找我复仇 深恐我抵迪不住 他们的六脉神剑 三地剑法如此神奇 我若和慕容赋亦递而处 却也难以递敌 阿朱以他的性命来救我一死 我 我气单一剑无夫 怎配销售他如此深情叩恩 总上 结合金庸全集来看 黄耀师的师父 极有可能就是天龙时代的段玉 可惜金庸没有续写天龙八部 否则讲述后续江湖的传奇故事 不禁又多了一部荡气回肠的武侠著作 还能彻底将天龙八部和射雕英雄传打通 各位大侠 你们觉得呢 好